其实国民党马吴全国竞选总部这个月的30号就要成立了 而且当天会有一场国旗趴 要求大家都穿国旗服装来进场 呼吁马总统的爱国理念 不过马总统最近所主张的这个两岸和平协议 看起来让台联很反弹 因为他们说九二共事根本不存在 因此台联党主席黄昆辉 今天大动作暗铃控告马总统 涉嫌外患和叛国罪 记者会找来帅气黄金猎犬 额头上贴国旗贴纸 右边仿制党旗 左边再插之国旗 好抢劲 马吴竞选总部30号要开张 当天大楼外墙会像这样裹上大面国旗 主轴扣紧 青天白日满地红 你看我个子不高 但是我身上代表国旗30号 最少就有三个 当天国旗Jazz Code 说是要呼应马总统爱中华民国精神 倒是要签两岸和平协议 让主张九二共事不存在的台联很反弹 按您控告马总统涉嫌叛国 马总统提出和平协议要公投 但公投修法却反被蓝营挡下 前总统李登辉不厌其烦再喊话 不知道是否言者敦敦听者渺渺 和平协议争争 蓝绿依旧各说各话 三立新闻 杨秀金陈立国台北报道